在美国施加制裁前,伊朗的石油出口是现在的6倍。 但现在潜力继穷的更像是美国。 伊朗击落美军价值1.5亿美元的无人机。 其实已经是探出虚实,即特朗普不敢进行军事报复。 当然,特朗普不会甘心输掉与伊朗进行的胆小鬼博弈。 不过,美国近期恐怕没有叫去伊朗的经历和机会了。 因为不仅内部怨声载道,后方也不听吆喝。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培尼亚近日率团访华,主要在经贸、农业、投资等合作领域进行洽谈。 阿方6月25日表示,有意继续推动中资建设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的相关事宜。 还会努力提高大豆产品的对华出口量。 据悉,阿根廷第四座核电站专案的总值,达到80亿美元,约合550亿人民币。 2015年,中阿曾就在阿根廷建设第四座和第五座核电站达成过框架协议,但随后出现了波折。 目前,双方还在围绕第四座核电站的建设问题进行谈判,在农产品领域。 双方的合作水平倒是不断提升。 2019年前四个月,美国大豆的进口量大跌70%,巴西大豆的进口量增长了40%,真正惊人的是阿根廷大豆进口量,提升了23倍之多。 阿根廷驻华大使指出,这一轮会谈,会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整体战略联盟关系。 大陆已经成为阿根廷的第二大经贸伙伴,和最大的农产品市场。 当然,方间有一些评论认为,阿根廷大豆的产量,并不能满足增长如此迅速的出口。 其中有一部分或许是从美国转移而来。 但无论如何,阿根廷都能从中赚到好处。 而美国农民却不得不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。 收入很可能没有大大方方的对华出口那么高。 而这一切都是拜白公所赐。 除了大豆,阿根廷还在一定程度上抢走了美国,好不容易再划开辟的樱桃、猪肉和鸡鸭制品市场。 美国主管农业的部长方妮破度,已经承认,美国农民是最大受害者之一。 在特朗普嘴里,形势永远一片大好。 而花团紧促之下,2018年伊蒂安纳州、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辛州的农场破产数量, 是金融海啸席卷之下的2008年的200%之多。 2019年的情况则更加严峻。 看住其他一些国家的农民,都兴高采烈地点筑前,美国农民应该可以确定货根就在白宫。 除了阿根廷,北约也不是铁板一块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,6月25日表示,尽管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, 但仍然会在在7月份,接收已经订购的俄制S400导弹防御系统。 土耳其不会因为美国的极限施压,而放弃主权。 此前,美方已经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,在7月31日前放弃F400。 否则就别想获得和使用美国的F35战机。 埃尔多安表示,将在大阪找个机会,与特朗普会晤。 然而连美方对这次会晤都不抱希望。 因为土耳其接收S400,已经突破了底线,注定会产生后果。 埃尔多安当然不会坐等美方的报复。 他决定在7月2日访华。 讯息越短。 蕴含的资讯或许越有趣。 从内部来看,埃尔多安所带领的正义发展党,刚刚输掉伊斯坦布林市长选举。 这被视为民意的转变。 从外部来看,土耳其在北约,一直隐隐受到孤立。 而对美外交陷入僵局,更是影响到了脆弱的经济。 在生活质量受到影响,货币经常贬值,融入欧洲遥遥无期的情况下。 埃尔多安的支援率堪忧。 寻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支援,就提上了日程。 虽然国中哈士奇一向不靠谱,可无论如何,土耳其都是北约的重要盟友。 其陆军实力一直在北约排名第二位,而且战略位置极为重要。 美国不可能放弃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。 在同样受到美国施压的情况下,中途进行一点合作应该是各取所需。 美方或许可以理解成,这是打入北约内部的蝎子。 既然美军可以在东南亚,在西太平洋地区告示。 那么以其人之道,还置其人之身也属正常。 土耳其和阿甘廷,都是中等强国。 阿甘廷虽然近几十年混得越来越差,但好歹也曾经是准发达国家。 这两个曾经无比亲美的国家,如今主动扩大对华合作。 无疑具有示范效应。 北约以及整个美洲,都被美国视为禁卵。 越是如此,越要动一动太岁头上的土, 越要把战场推进到对方的后院。 这是高明之举。 就是要点到令美国感到难受的穴位。 华盛顿也要常常疲于应付的滋味。 并习惯这种并不美妙的感觉。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阿富汗。 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不久前访华。 双方就阿富汗和解程序等问题,进行了有意交流。 随后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,就在6月25日,突然访问阿富汗。 明确表示,希望在2019年9月1日前,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。 蓬佩奥甚至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撤军的意思。 但要否认时间表的存在。 这其中有什么弯弯绕? 恐怕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如今,美国不给别国留下余地,进行极限施压。 似乎忘了自己家的窗户也是玻璃的。 面对霸权。 想靠示弱,并不能修得岁月太平。 面对猎强。 只支退让最后注定会遭到践踏。 只有勇于斗争才能维护尊严。 适当在美国的地盘撒点也。 有助于世界和平。